嗨,大家好,我是华子 我这是在美国大华府区种植7A区 昨天呢,我去花市买了三盆花 准备种在我的花园里面 另外呢,我再把这个我扦插的天竹葵 种在这个花盆里面 那现在呢,我先介绍一下 我买了几种什么花 这盆呢,是叫蚕蜀百合 英文叫Turtle Lily 我准备把它种在这个角落 这个蚕蜀百合是秋天开花 它可以长到12到20英寸这么高 就是30到51厘米这么高 然后呢,它可以有20到30厘米这么宽 你看,它的图片是这样的 很漂亮,它是白颜色的花瓣 上面有紫红色的斑点 非常漂亮 这个蚕蜀百合呢,是兔子是不吃的 但是鹿会吃的 你可以看这个标记哦 就是我们买花的时候 这个标签上面它都会有这种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表示兔子不吃的 但是它没有标记出鹿不吃 所以呢,最好把这个蚕蜀百合 种在院墙内 接下来我再介绍这个 Blanky Flower 就是毯子花 这个花呢,也是多年生的花 你看这个花 非常漂亮 它是花瓣哦 旁边是黄颜色的 中间是红颜色的 而且它花期特别长 几乎是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 这个是dear resistant的 鹿是不吃的 它会长到12英寸这么高 宽是12到18英寸这么宽 它这个是一定要种在 肤上 就是一定要种在全日照的地方 我准备把这个毯子花呢 种在那边 那个 古老的花盆里面 另外这个我忘了说了 这个蚕蜀百合呢 是一定要种在半阴或者全阴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在花盆里面 种上多年生的花卉呢 第一,因为这个花的花期很长 第二,以后等它花期过掉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种在地里面 因为它是每年都会回来的 这样我每年都有这个花看 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花是dear resistant的 就是鹿不吃的 我完全可以把它种在院墙外面 那我现在再来介绍这个 bloom flower 灵丹花 这个铃铛花开出来的花是这样的 花不大 但是非常秀气 你看它的这个花苞 这花苞也挺漂亮的 很秀气 那这个花呢 是在七月到九月开花 它可以长到二十到二十四英寸这么高 然后可以长到十二到十八英寸这么宽 差不多这么宽 这么高 然后它这个是dear和rabbit resistant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dear和rabbit resistant 就是兔子和鹿都是不吃的 那么那就可以把它种在院墙外面 好 现在呢 再来看一看这个天竺葵 这个天竺葵 是我在冬天的时候扦插的 扦插的非常成功 看一看 非常好 那我就会把它种在这个桃盆里面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残橱百合 种在那个角落里面 现在我要把这个架子拿到旁边去 先放在这儿 这些是我育的小苗 然后这个是yarrow 这个是savia savia就是树尾草 yarrow是什么 OK yarrow的中文名字叫千叶树 那我现在把它们要离开 这样方便我种残橱百合 这个地方呢 刚好是在一个角落里面 是晒不到太阳的 每天大概只能有两到三个小时的太阳 几乎是没有太阳 所以刚好适合残橱百合的生长 好 这就种好了 不要忘了把这个标签插在这儿 免得以后不记得这是什么花了 好了 从远处看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在一个角落里面 几乎晒不到太阳 我再把这个老榆树根凹放在这儿 作为装饰 是不是蛮漂亮的了 好了 现在我要把这两盆花拿到那边去那个角落 这里呢我在春天的时候种的大梨花的囚禁 但是它没有发出来 它只发出来了这一颗 还有这两颗 那现在呢 我就把铃铛花补种在这个地方 好了 铃铛花种好了 不要忘了插上标签 这是铃铛花 这两边是一个大梨花 这个是绣球花 这个花盆里呢 我就准备种这个地毯花 原先我种的是郁金香 郁金香老早就败掉了 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把它拉出来呢 因为你要留着这个叶子 让它起光合作用 让这个球茎长得成熟一点 所以现在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它拿掉 把这个球茎挖出来 储存起来 到了秋天还可以再种下去 好 这边还长了一棵核桃树 好 这个核桃树 我们是不要它的 挖掉 你看 这个核桃树 这个周边我种的是爬行蒸泥 那我就留住它 那我现在把这个 一斤箱的球挖出来 看好 这就是郁金香的球 把它储存起来 秋天还可以再种下去 把这个图松一松 好 这就是郁金香的 OK这就种好了 不要看这边还空着 它会长到12英寸这么宽 它会把整个这个花盆给覆盖的 好同样的我们不要忘了把标签插在这 再加一点parting soil有在里面 好这个地毯花就种好了 看哦真是好漂亮啊 好那三种花种好了 我现在就来种天竹葵 这个天竹葵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从我们家老的天竹葵 Plant里面剪下来的枝叉的 现在看来表现还不错 那么我要把它种在这个桃盆里面 先在桃盆里面填一点parting soil 盆土 然后再把这个天竹葵种下去 看哦这根系长得还不错 这个土不要填得太满 否则等一下浇水的时候 这个土就会漫出来 压压实 现在我给所有的花浇一下水 今天的工作就完了 我给大家看 我把天竺葵放在这个桌子上面 这个桌子的颜色和这个桃盆的颜色很配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